怎么回事 叶红一冰寒的眸 涌动着滔天的怒浪 立眸如刃般 射向姚素兰 皇上 你要给臣妾做主啊 臣妾的母亲 是被姚妃堵死的 你只可以作证 姚素兰恨极了姚末婉 那副委屈的模样 恨不得即刻冲上去 撕烂她那张脸 一侧 玉智纹生腿软 拽着姚妃的手 疏得松开 双膝跪在叶红一面前 身体抖如筛坑 她只是想讨好姚素兰 却没想到 事情会弄得这么大 青龙 彻查 叶红一丢下这句话 随后举止 浮上姚末婉湿润的面颊 腾漆的无以复加 婉儿哭的样子不好看 朕不喜欢 叶红一说着话 转身揽着姚末婉 离开竹一轩 甚至没多看姚素兰一眼 这一刻姚震婷终于看明白了 在皇上眼里 那个傻女儿的重量远不是姚素兰可比的 于是姚震婷起身 谈了谈皱褶的长衫 厌恶地看了眼 躺在床榻上挺适的豆香兰 默然离去 地上 姚素兰颓然坐在那里 美眸被泪灼伤 小莫婉 本宫终有一事 会让你死得比你姐姐还要惨 因为青龙的介入 豆香兰的死因很容易被查了出来 一个时辰后 青龙带着为豆香兰重新验查的御衣出现在正厅 此刻 叶红义正安扶着 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姚末婉 怎么回事 叶红义任由姚末婉坐在自己膝间 转眸扫过跪在地上的御衣 喂皇上 相府夫人的确死于中毒 所重之毒明于落雁沙 此毒乃慢性毒药 下毒者是在半月前将此毒参与相府夫人的汤药里 积少成多 这才导致相府夫人突然渴血而亡 御衣巨石禀报 皇上 属下已经查明 一直为相府夫人煎药的陈嬷嬷 现在不知所踪 并已确定 她便是下毒人 青龙拱手回禀 皇贵妃 你都听清楚了 叶红义冷谋扫过姚素兰 声音听不出一丝温度 陈嬷嬷 怎么可能 她为什么要毒害母亲 一侧 姚素兰抹泪看向青龙 质疑问道 回皇贵妃 陈嬷嬷的女儿 曾经因小错惹恼了相府夫人 被相府夫人打残后扔出府门 因得不到医治而亡 青龙面无表情地道 恶夫 既然此事与婉儿无关 皇贵妃 你是否该向婉儿道歉 看着姚墨婉脸上未消的指印 叶红义眼中 迸射出掩饰不住的怨怒 是 是二姐误会婉儿了 婉儿 不会怪二姐吧 姚素兰谋下声寒 却耐着叶红义的面子 不得不走到姚墨婉身边 低声认错 二姐刚死了亲娘 婉儿不怪二姐 可 你不该打树母的 姚墨婉带着浓重的枯墙 看向姚素兰 姚素兰心里憋火 却在迎上叶红义忧悠寒的眸子时 转身走到站在一侧的苏木子面前 素兰因丧母之痛 方才误会了树母 还请树母不要放在心上 姚素兰咬牙垂眸 艰难开口 啊 皇贵妃言中了 名副惶恐 苏木子顿时叩白 不敢有半点不遵 罢了 相抚夫人秉天 你便留下来静静孝心 婉儿 随朕回宫 叶红义拉着姚墨婉起身离开 皇上 嫡母待婉儿很好 婉儿也想留下来 姚墨婉看向叶红义的美眸 金莹闪烁 天真纯美 不知是好气还是好笑 豆香兰会对姚墨婉好 鬼都不信 劝得傻婉儿啊 走吧 叶红义拉着姚墨婉走到门口 突然似想到什么 回眸看向姚振婷 是哪个剑奴 诬陷写姚妃的 皇上放心 微臣 定当严惩剑奴 姚振婷拱手恭送 看着跪在角落里的玉芝 姚墨婉会心敏唇 眼底的冰冷 一闪而失 莫说诬陷她的罪名 让玉芝吃不了兜着走 就是刚刚她那样对待姚玉 父亲也不会轻饶了她 姚墨婉思存着 唇角的弧度更深了几分 玉芝的下场极惨 被扔进暴室三个时辰 出来后 只剩下半条命还喂了狗 听了流行的禀报 姚墨婉轻扶着絮子 冷吃着消除声来 真不知道 那样的黑心 狗是怎么吞进去的 娘娘 晚上准备好了 听悦将最后一道吉尼苏 端在桌上 玉芝走到姚墨婉身边 恭敬道 嗯 她给肃亲王准备了 姚墨婉轻舒口气 放下絮子走到桌边 奴婢已经将肃亲王的那份送去了 好 你们也下去用膳吧 这里不用伺候了 姚墨婉挥手退下听乐和流行 看着满桌的膳食 终于有了些胃口 就在姚墨婉 欲动筷子时 一股淡淡的清香 飘寂过来 姚墨婉自顾用膳 并未抬眸 听乐那丫头 也寄起愁来了 怎么给本王成的饭菜那样少 本王都没吃饱 叶君青一袭白衣 优雅挑逸地走了进来 风神俊朗的容颜 少有的透出一丝尴尬 即便他已经极力掩饰 你好像吃不了这么多哈 见姚墨婉不开口 叶君青自行圆场 说着话便坐了下来 听说你回相府了 没受委屈吧 叶君青庆幸这桌上摆着两副碗筷 随手拿起竹筷正欲夹菜 却见姚墨婉突然割下此碗 默然看向叶君青 叶君青举起的手 顿时停滞在空中 身也不适 手也不适 僵持半晌 终是落了下来 好吧 本王是来认错的 不该下手打你 不过你也有错 叶君青一本正经 看向姚墨婉 莫婉的错 便是在王爷出手的时候 没有及时躲开 姚墨婉沉浸如水的眸子 荡起一丝涟漪 声音如清泉般 月耳洞听 你要这么说 当看到姚墨婉脸上浮现的纸印时 叶君青将本玉辩驳的话 硬使咽回肚子 很难想象 自己打的有多重 竟到现在还能看清痕迹 莫婉说的不对吗 姚墨婉挑起眉梢 面色沉静如水 对 叶君青在心里哭泣 他这个对子 说的是有多伪心 原来王爷是这么想的 王爷可以走了 姚墨婉面色陡沉 声音无比寒凉 那不对 叶君青赶紧改变态度 这一刻 叶君青深刻体会到 在女人胡搅蛮缠的时候 讲原则 绝对是自虐 或许在王爷眼里 莫婉就从来没有对的时候 王爷可以走了 姚墨婉再次下了逐克令 叶君青终于溃败下来 垂头撂下筷子 默默离开 看着叶君青颓然的身影 走出官巨宫 姚墨婉唇角 勾起一抹浅笑 他就是喜欢现在的叶君青 有喜怒哀乐 不似在肃亲王府时 那般心如死灰 就在叶君青的身影 淡出自己的视线时 风起 一抹尾仪的红肠 宛如神匠般 出现在姚墨婉面前 雌雄难辨的俊颜 厌绝天下 举世无双 燕南生真是美到了极致 顾盼流转间 便可颠倒众生 美人也太欺负人了吧 燕南生挥秀坐在 姚墨婉对面 邪魅的眸子 望向叶君青消失的方向 这个世上 除了姚墨心 还没有谁能让自己的师弟如此无可奈何 真不愧是亲姐妹 盟主想为肃亲王出头 姚墨婉脸了眼底的惊艳 挑眉看向燕南生 不怒自威 咳咳 暂时还没有那样的想法 我可是专程来看墨婉姑娘的 注意到姚墨婉眼底 诡异莫变的金光 燕南生果断选择 明哲保身 没有别的事 姚墨婉挑眉 看向燕南生 清澈的眸子 仿佛有着穿透人心的力量 在这双眼睛的注视下 燕南生忽然有种裸奔的感觉 没有 燕南生狠狠摇头 那最好 既然人已经看过了 墨婉便不奉陪了 这一天折腾的 还真是累得很 姚墨婉摇曳着起身 欲朝内侍而去 别走啊 我有好东西给你喝 风雨雷电 燕南生音落之时 只见四名身着夜行衣之人 赫然站在姚墨婉面前 两男两女 男子玉树临风 女子体貌端庄 至于武功 能让燕南生称得上是 好东西的自然不差 什么意思 姚墨婉上下打量着眼前四人 转眸看向燕南生 实则依然猜出几分 你可别小趣了这四个人 他们可是本尊最得力的左膀右臂 燕南生挤于眼前四人最高度的评价 然后呢 姚墨婉拇指微弯 抵在香腮 脚匣的眸子闪烁着 看向燕南生 唇角勾起的笑 宛如春风中摇曳的小花 那样天真纯美 然后 本尊决定 把他们四个送给你 燕南生发狠道 四下了极大的勇气 嗯 莫婉曾听人说过 越是美的东西 越表里不一 看来也不尽然 像南生你这般又角色倾城 又慷慨之心的人 便是例子 那莫婉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风雨雷电 你们退下 姚墨婉难得恭为人 别退呀 燕南生正欲阻止 却见姚墨婉 立谋阴冷 肃然看向风雨雷电 现在谁是你们的主子 退下 姚墨婉的声音很轻 却有着让人不容拒绝的威压 风雨雷电只争了片刻 便羞羞羞地消失在官居宫内 南生啊 本宫真是累了 就不奉陪了 姚墨婉得了便宜 正欲回房 却被燕南生拦了下来 别走啊 我还有事没说呢 燕南生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姚墨婉果然厉害 几句话的功夫 风雨雷电便易了主 可他想说的重点 还没表达出来 你不是专程来看我的吗 姚墨婉一脸无害 看向燕南生 忽疑问道 没错 不过你已经收了风雨雷电 是不是该把阴血还给奔泽 燕南生一副理所当然的模样 这两件事有关系吗 姚墨婉早料到燕南生之意 不过他可不是善累 到手的鸭子岂有让他飞了的道理 而且从阴血那里 姚墨婉知道 但凡隐位置中心于现在的主人 关于这点 姚墨婉深信不疑 你不会赖账吧 燕南生好看的桃花眼睁到极限 声音亦有些颤抖 眼前女子分明貌美如花 清成果色 可此刻他怎么看都像是魔鬼 最腹黑的那种 如果盟主好意思 就把风雨雷电从莫婉这儿再要回去 至于阴血 莫婉断断不会割爱 当然 莫婉觉得像南生这样 傲然于世的武林盟主 该不会做出出尔反尔之事 若真如此 莫婉鄙视你 姚墨婉说得云淡风轻 却把燕南生的退路 堵得死死的 你 我想要回风雨雷电 燕南生声音极小 白玉无暇的脸上 染上一抹不正常的红润 男生 你说什么 莫婉没听到 大点声 姚墨婉一首扶耳 刻意提高音量 我说 我想要回风雨雷电 燕南生咽了咽喉咙 抿了抿唇 烧提了提音量 开玩笑 风雨山庄的一等眼位 一共才八个 他怎么舍得呀 还是听不到 说什么 姚墨婉再一次装聋作哑 燕南生沉寂片刻 忽然冲到姚墨婉耳畔 大声开口 风雨雷电送你 不用谢了 姚墨婉只觉耳膜嗡嗡作响 但反应过来时 燕南生已然踩着力气的步子 离开关锯宫 看着燕南生如霜打的茄子般落魄的背影 姚墨婉往耳微笑 跟我斗 或许是得了风雨雷电的关系 姚墨婉心情大好 所以一日清晨 当叶军青坐到翡翠坊桌边 主动献上乘好的深舟时 姚墨婉并没有拒绝 王爷诚心回过 姚墨婉接过深舟 扬眉看向叶军青 关于那件事 本王确实有错 当然 有错就该受罚 只要你开口 本王愿意为自己的错误 承担该有的责任 叶军青向事下了狠心 一字一顿 目光虔诚 语调诚恳 从明日开始 王爷莫要再穿白色的衣服 出现在末婉面前 姚墨婉轻咬着 瓷碗里的深舟 轻描淡写地说着 为什么 叶军青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 足够心平气和 因为做错事 就要受罚 姚墨婉成澈的眸子 微眨着 看向叶军青 一派天真浪漫的表情 姚墨婉知道 白色不是叶军青喜欢的颜色 自死讯传到宿青王府那一日 他便穿上了白色的衣服 他想用白色祭奠心底的女人 昭示他心如死灰 可他如何知道 那个女人舍不得他心死 叶军青收回实现 大口喝粥 姚墨婉难得看到叶军青赌气的模样 俊逸的脸上两道剑眉拧成川子 好笑极了 用罢早膳 姚墨婉起身抱起絮子 摇曳着走出关鞠躬 一脉不实 似是想到了什么 听月 明日若看到王爷还穿白色的衣服 沿江膳食送到东乡房 姚墨婉眼外之意很是明显 听月会心点头 姚墨婉身后 叶军青喝粥的声音 越发大了起来 离开关鞠躬 姚墨婉将流行换到身边 流行 你去查一下苏木子这个人 看看他平日都和什么人来往 那些人有没有可疑 是 对于姚墨婉的吩咐 流行从不问缘由 直到尽心办事 早在决定做太监那一刻起 他的人 他的命 就都是姚墨婉的了 了解 二人 二人 三人 二人 二人